哈囉大家好 我是范文芳 地表最美人妻来啦 在戏剧界唱片圈都唱出一片天的新加坡女星范文芳 最近和老公李明顺一起参加实际节目《出发吧爱情》 被称作高默契直浮复的两位在节目中狂晒安爱 一直献下多少观众 不过在这里范文芳也要大爆节目秘心啦 参加这个真人秀《出发吧爱情》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是非常浪漫 就是跟老公一起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后来拍摄的时候呢 我才慢慢出现四个字 野外生存 后来好好好原来是这样 为了老公一口答应参加《出发吧爱情》 但是范文芳万万没想到第一次录音就发生跳伞落 还有意外差点没命啊 我这辈子应该不会再跳伞也不会再做任何种extreme sport 我是先从海里面走的 我不是从海上面这样被冲出去 我喝了很多口水我没有心理准备 听到旁边的教练在喊救命的时候 那时候我才开始害怕 当时的我只是担心他下一秒会在我眼前消失 我现在想起我还是会有点害怕 过海的阴影至今仍存在 但是当时的范文芳却没有因此逃避 依旧静夜继续完成拍摄工作 有点赶赞 那天晚上我真的是睡得很不好 我一关眼睛我就听到那个教练在喊救命 那时候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我能不能再录下去 我那时候我很有压迫感 我一看到就是黑暗的地方 我就感觉非常地恐惧 可是我想我不想要这样子就回家 我这样子回家的话 我会一直不停地在想这件事情 我会更加地严重 还好是我跟我老公一起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想我可能就回家了 我回家找老公了 可是老公一直在旁边 所以我就还不害怕 有老公在万事足辣 理名顺第一时间跳下海救老婆 仿佛偶像剧真实上演 一心只牵挂老婆 我自己眼角所受得上时毫不在意 可是没想到 咱们文芳姐姐在这里要自首啦 那个其实是我弄的 哈哈哈哈 后来好不容易把我拉上去 那我当然就是希望我的老公赶快上来 那我没想到一伸出手 整个浪就往前 就刚好就插到我老公的眼角 好危险 而且她当场就入选了 李明顺对老婆的爱让所有女性大海羡慕 总之对老婆细心呵护人会送惊喜 所以当节目方要求夫妻分开睡时 文芳姐姐怎么能接受呢 出发把爱情就是要跟老公在一起的 才参见这个节目 后然不让一起 所以我就觉得 啊怎么这样 可那天还好我跟七威聊到五点多 真的我想最可怜的是收音的师傅 六点半起来的时候他还在那 我说其实我们昨天聊到五点多 你有收音吗 你真的吗 你们打蚊子 做什么我都听到 而且你们说了晚安很多次 可是都没有睡觉 一聊起和老公的感情 是这对姐妹画画家子就关不起来 不要说到当初怎么会爱上李明顺 幻闻邦也偷偷抖出老公的绝招 我还会收到他的情书 对我就想 这个男生为什么会写情书 跟他的那个外形很不搭 所以我觉得好感动 还会写情书 不会 不要跟他呼吁 我呼吁好久了他都没有 有一种爱情叫李明顺范文芳 当初因为合作神雕侠侣而定情 不过之后却鲜少在合作 大家都想知道 什么时候能看到两人在何开心啊 近阶段的我们 是还没有出现在荧光路上的 那我相信 如果再一次合作的话呢 我们应该不会有不同的火花出来 他曾经跟媒体说 他想要演我的仇人 是怎样 是要考我的眼力吗 你们要看得出我 满演的都是爱吧 怎么会是我仇人呢 很难念 台北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